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福音书是来自于 路加福音七章的一到十节 大家可以来听我念一下 耶稣对百姓讲完了 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分文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好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他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 就吸其他 转身对跟从的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没有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好 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啊 居然使我们看到 最最伟大的信心 不是来自于 以色列人中间的 而是来自那个外邦人 这个罗马的百夫长 他不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人 他也不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那些门徒们 那些使徒们 有意思是什么 是吧 那个路加并没有说 这个外邦人的官员来见耶稣 而是说什么 而是说他是透过那个中间人 那百夫长 圣经这里说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 他自己不敢去啊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样去找耶稣的 但是因为他的信心 是非常之强大 所以即使他自己不来见耶稣 他还是得到了称赞 是不是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耶稣回到加板能了 那个路加接着就说 有一个百夫长 百夫长就管一百个人嘛 他上面是千夫长 下面是十夫长 所以根据罗马的历史学家 保里乌斯 他曾经对百夫长的 这个品格的要求说什么 就百夫长是一个运筹帷幄 不避危险 举止稳重 堪受信赖 临危不乱的 遇险着坚守阵地 甚至以身殉职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百夫长是个艺人 在人眼中的艺人 是一个好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刚毅而又诚实的人 他什么 他居然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透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尽全的求耶稣来帮他的忙 什么呢 就是那个仆人快要死了 你看到他对仆人都不错 他的仆人 他是说很宝贵地在这里说 意思是很尊敬的 很受器重的一个仆人 他快死了 所以他求耶稣来帮他 这个百夫长 他分文耶稣的事情 他一定听过耶稣 有医病神迹的能力 所以他打发一些人 去求耶稣 这些人甚至是什么 是犹太的长老 他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 这个百夫长竟然命令 犹太的长老 所以这里面就有点令人惊奇 但是在他们与耶稣的对话 这些长老跟耶稣的对话当中 你就看到原因了 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夫长 这个长老们表示 他是配得耶稣帮助的 首先什么 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 对那个犹太的百姓 极具善意 圣经这里说什么 他爱我们的百姓 他爱这些人 爱犹太人对不对 他也帮助过当地的敬拜 你说什么 给我们建造会堂 看到没有 这并不是说 他就是一个犹太教徒 或者他就是一个 敬拜真神的一个人 并不一定 但是他一定是什么 爱民如子 即便他是一个外族统治者 他来到殖民地 他还爱这些人 并且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 甚至什么 愿意帮助他们 去完成他们信仰的事情 未必 未必 他真的对敬拜上帝 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 这里我们并不敢说 对不对 的确当时有些罗马人 是出于一些 帮助当地的宗教 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了 那我们就这里不展开了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百夫长 他对耶稣的医治 他对耶稣的能力 是蛮有信心的 对不对 这是可以肯定 那么耶稣如何回应呢 耶稣回应这个要求 就是要和他们同去 但是在耶稣 跟着那个犹太的长老 快到那个家的时候 那个百夫长 却带一个朋友来 就他的朋友们 百夫长的朋友们 却来阻挡耶稣 所以百夫长的信息是什么 主啊 不要劳动 主啊这个词 未必说认识耶稣是弥赛 未必要 这个主可能是先生 或者master 或者拉比的意思 他不要劳动了 因为你到我舍下 我不敢当 接着他就说了 他就说清楚 他不认为 耶稣必须亲自到场 才能实行拯救 对不对 所需要的就是吧 你不过讲一句话 你就能够达到目的了 因为我自己啊 我对我手下 我要执行一个事情 我要打一个仗 我不要亲自冲上去 我只要命令 我手下的人去 这个事情就办成了 他们只要顺服我就行了 所以耶稣 你只要讲一句话 我的那个仆人就好了 所以耶稣说 在以色列 我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信心的人 对不对 路加也并没有说 耶稣讲了任何一句 一字的话 马太跟我们说什么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 同样的这段平行经文 马太说 耶稣说 你回去吧 跟那个仆人 你回去吧 照着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甚至连这句话 也没有提到一字 只是什么 耶稣看中这个人的信心 因着这个人的信心 这个百夫长的信心 所以那个仆人就好了 好了 我讲了这一段 很清楚 我们的信息 百夫长是外邦人 而这个外邦人 因着对耶稣的信心 他的仆人被医治 可见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医治 弥赛亚的恩典 医治都会临到外邦人 没有疑问 但是你知道 我个人的兴趣在哪里 你知道 这个百夫长放到 今天的这个处境来说 不就是我们身边的官员吗 不就是 甚至还不是宗教局的官员 可能是派出所的所长 百夫长差不多吧 可能他比派出所所长 级别还高一点 但是肯定没有到线团级 对不对 但是anyway 他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一个官员 他一定听过耶稣 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官员 他也一定听过耶稣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些官员 他们是压迫基督教的 对付基督教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好的官员 他们爱名如子的 他们也为百姓办实事的 他们甚至为教会的建堂 来做他们事情的 对不对 我就记得在温州 曾经有一个教会 那个十字架差点被中央的巡查组要拿下来 他决定那个巡查组的年轻人某一个处长 突然看到这个十字架要拿下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旁边就有另外一个当地的官员就说 同志 这个教堂是当年我们的老大批的 就是习在做浙江省委书记 亲自批下这个教堂的 你居然敢拆这个十字架 你还要不要命了 有点这个意思 你就看到 我不是说这些官员他们一定就信靠耶稣了 我也不是说他们就一定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 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所作所行 是否也透出了他们可能对基督教是友善的 如果他们对基督教友善 是否上帝也可以借着这样一个窗口把福音传递进去呢 你就看这个百夫长 连耶稣都称赞他的信心 是否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我们也应当有这个机会 把握这样的机会 对那些是非常友善基督教的那些官员们 尽可能地在他们面前看到耶稣基督的见证 并且将我们的好行为向他们展示 以至于让他们可能有一天也认识到基督耶稣的真光呢 特别是当他们身边有需要的时候 那里这个故事是那个仆人病了 可能在我们的身边是他的家里有什么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的家人是否因此而得信了耶稣归向了基督呢 我自己的处境当中就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也让我们为这些官员为他们祷告 也求上帝的福音可以领导他们 Amen